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 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七届 《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说 特别提到美国人坚定承诺与台湾合作 依照台湾关系法 对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卫相关设施 另外对于中国最近强制美商 更改台湾属性的作为 马提斯也清楚表达反对立场 马提斯 马提斯在演讲中说明 美国的印太战略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也提到台湾防卫问题 学者解读这显示台湾已成为 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一环 那他特别提到就是 美国要跟台湾加强 这个所谓自我防卫 这方面的合作 基于台湾关系法 要这个强化这个美国跟台湾的 这个军事的一些互动 那我觉得这代表两点 第一个台湾是变成美国 在印太战略里面 一个在雷达 它的雷达荧幕上面 这个是过去没有的事情 所以台湾已经很清楚的是 在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 第二就是虽然提到了 原则性的要加强跟台湾之间的一些合作 细节的部分可能要等到两边 再继续的去谈 台湾到底在美国印太战略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跟功能 对于马提斯重申与台湾合作的承诺 总统府表示欢迎与感谢 指出对于近期中国军方 对区域与两岸安全的威胁 台湾作为区域负责的议员 除了会持续强化国防 更将与盟友强化安全合作 共同致力区域的和平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